厚学 感谢天恩施德 感谢白水圣地 不休息菩萨慈悲 以及各位前贤给厚学这个机会 今天在这儿 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题目 是我们不休息菩萨的 认准精心的真理 这是我们不休息菩萨 那结缘性的第二 也是我们至上班的这个专题 那各位前选大家可以回到 可以看到PPT 那个资料的内容 大家可以看到吗 我们在那个右上角 后学这个手机是右上角 这边有两个箭头按下去 我们就可以开到这个 认准精心真理 样的这个资料 大家试开看看 那这个这一篇 是我们不休息菩萨来结缘的时候 这个属于第二段 那这个这是在至上班的课程 几乎在每一班心灵自善 培德行德 从德 都有我们不休息菩萨的结缘性 像我们最近 像或许在前三天礼拜日 就在从德班 传体 是传不休息菩萨 结缘性的一个 也是一样 结缘性 就是他的修办的精神 那我们至上班 就我们的道中心 帮我们规划这个认准精线真理 样 这个是在至上班的课程 那大家欢迎 那这一篇是在西元2008年 2008年等我们的民国是几年 97 2008给他减掉11 是不是97年 97年10月28日 岁次物质9月30 就是农历次9月30 在英国伦敦 有一个张氏的佛堂 我们不休息菩萨来结缘 那在这个英国伦敦 这个地方是真的很不简单 我们在欧洲 有这个有佛堂 是真的很不容易 像我们 像我们纪念佛院系列的 就是我们彭典阪师 这边的开放到卦国 到卦国 我们那里的佛堂也是 一个公共佛堂 叫做法德佛堂 公共佛堂 那个也有差不多也是好几百坪 也是自己的 就是我们到清老买的这个房子 在卦国那个地方 所以在欧洲开放是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这篇信仑是我们不休息菩萨在英国伦敦 张氏佛堂来结缘的 那所以我们大家来思考一下 我们前人佬为什么能够成为不休息菩萨呢 不休息 不休息 不休息我们的一天 24小时都不休息 是这样的吗 我们以下来看看我们前人佬 为什么上天佬母 封我们前人为不休息菩萨 其实说这个不休息 其实我们这篇可以讲说 在前人佬佛归本位之后 归本位之后 还在礼天继续领导我们 以前是在人间 那他有肉身的时候 他是这样看 这样看没有很广阔 那现在归空以后 他在天上看 哇更清楚啊 更清楚 所以继续在礼天继续领导我们 这个有史以来就只有前人佬 只有我们前人佬 所以老母封他为不休息菩萨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大家一直也在想 怎么会是前人佬成道以后呢 老母封他为不休息 怎么不要给他封休息菩萨 在人间他已经很辛苦了 应该在礼天就让他好好休息啊 不是我们前人佬又发大愿 他不休息因为他不放 他呢 他老继续在礼天的领导者 我们大家 国内国外 所以前人佬在世后 时常慈悲的时候呢 当我在病痛 不如意 或是身心最脆弱的时候 总会有两个我出现 两个我 一个叫做假我 总是会像真我说 要请假 但是真我不答应 所以我只有继续跑 继续办 不能休息 各位前人佬 什么是假我 什么叫做真我 来那我们恭请我们的大哥 我们黄阿燕黄奖师 黄阿燕黄奖师 麻烦你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假我跟真我 黄阿燕黄奖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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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清楚了 假我就是我们这个肉体 百年之后 他就会化成土 化成风 化成水 那这个真我呢 真我就是我们的灵性 有一天 我们要回到老母的身边 今天我们就开光开智慧了 我们这个灵性 我们从老母地方来 一样是回到老母的地方 这是永始不昧的 好 再来以下 那前年老他慈悲说如果有人问我成功的经验是什么 成功的经验是什么 我只有坚持到底 他说我只有坚持到底 就是有毅力 将近这个六十年来 我们前年老就对我们的师尊 我们的师母 还对这个道场 都是始终如一 从来他的志向都没有变过 都没有改变过 这个就是我的经验 就是我的经验 所以我们前年老他真的一天24小时除了睡觉以外 他全部都是奉献在众生的身上 所以我们前年老他都把这个时间都规划得非常的紧 非常的密 好 所以前年老慈悲说 你们这些坛主啊 讲师啊 点传师啊 都是礼天派下来的天兵天将来帮助我啊 但是呢越帮越忙 每天有忙不完的事 办不完的道 我自己也不敢稍有懈怠 前年老他就跟我们主婢这样说 他跟我们 跟他的后学 鼓励说 哇 这些后学呢 都是天兵天将啦 都是来帮助我们前年老了 但是我们大家都很努力啊 去 去成全啊 去 度 度众生啊 都来帮 每一个人都来帮 所以前年老他就跟我们说 你们越帮越忙 让我这样每天有忙不完的事 办不完的道啊 我自己也不敢稍有懈怠 以前啊 我们前年老从 从民国58年到台北开放的时候 那个时候啊 前年老多亲自点当 因为在民国58年的时候 台北这边没有点传师 所以啊 那时候一次颇事颁做几十位 一百位 两百位 哇 说真的 都是前年老一个人亲自点当 说那很不容易啊 所以我们前年老 自己也不敢稍有这个懈怠啦 所以每天办一场叫浪费生命 一天办两场叫做休息 一天办三场叫正场 所以一天要办三场哦 这个才算正常哦 在一天办四场五场叫做加班 那我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我要报答父母恩 对我的鼓励跟成全 我要努力追天命 帮助我们老前人 来报答师尊师母的圣德啦 所以你看我们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知道哦 为什么我们前年老归空 回归本位的之后呢 上天老母烘汤 我会不休息 我们在座我们在线上的各位 我们一天哦 有办一场吗 天禅会 一天办一场 根本也是没有 我们 所以一场都没有 哪有可能有办两场 所以你看我们前年老 为什么老母疯他为不休息菩萨 你看每一天都是这样排得盘盘的 好 好 再来我们前年老鸿生的愿力 他的使命的责任 所以在民国97年1月7号 原来的初七日丁亥连也就是农历96年11月29日呢 只时成当 只时 就是晚上只要11点到1点 这个时间是只时 所以97年的春季大典 就春季大典是 那个3月 3月3月15号 就我们恭请老母临潭就跟我们慈悲 请我们前年老慈悲 那慈悲的时候呢 这个呢 就成白水 白水就我们白水圣地也就是我们的老前人 祭真儿 真的我们前年老 他的本名叫成红真 所以真的就是我们前年老 一条金线 所以这个一条金线是天命的金线 就是师尊师母 然后就白水圣地 我们的不休息菩萨 那这边这样就是天命的一条金线 红真儿以脚子 我们的前年老 红真就是我们的前年老 已经回天脚子了 他的联品 丰元 联品就是他的果味 非常的丰硕 而且圆满 在礼天 继续领导 重等儿女 所以在礼天 继续领导 我们所有天下的儿女 好儿女当知晓 我们要知道在这个时候 这个责任是非常的艰巨的 我们老母就兴许孝儿女既传大道 所以我们老母就吩咐我们真儿 就是我们的前年老继续要传这个大道 要伴末后整文明引渡良险 继续啊 普渡众生啊 天命继续 然后继续传承 我们大家不要有疑虑啊 同心呢 吸 就一起 就是一同 攜手团结力 快马加鞭 我们要快一点 所以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这个 我们前老要来 要来跟我们叮咛 这个一条金线 这个背后 背后有在跟我们嘱咐 因为有的道亲啊 有的道亲 他会怀疑 这个我们前年老已经归空了 我们老前年已经归空了 这个已经没有听命了 已经没有听命了 继续伴道中没有效 就会有这种人援你出来 就会这样援你出来 所以我们前年老一直也很不放心 怕我们啊 我们怕我们的这个道亲啊 道亲们就受考了 这个我们前年老太是代表 一个天命的代表而已啊 这个天命永远都是 都是留在人世间的啊 老前年 那时候老前年归空 而很多讲师 很多的道亲 老前年归空了 已经没有天命了 结果很多啦 就受考了 就不再继续修道了 就是因为很多这样子 那个是不对的 完全是不对 完全也不正确的 我们老前年他也是代表 代表天命冰师而已 代表而已啊 都是代表而已 所以天命是永远 其实像我们点传师 很多的点传师啊 也是归空了 那他归空以后就没有天命吗 这是不正确的 他点传师也是代表天命而已啊 所以这个我们大家一定要清楚 其实也会有很多的道亲 不明白也会问我们 我们要记得 要这样的回答 好 在下一页 所以在97年6月下旬的时候 我们 来古佛 父母命 老母的这个命啊 带不休息菩萨的圣灵 为什么 什么叫不休息菩萨 称呼不休息 所以亲自我们 我们的老母亲自派南海古侯 来到人间 来到日本道场 来跟我们所有的道亲 亲自来解释 不休息的理由 所以我们看红字的地方 言亨利争 言亨利争 什么叫来 原者乃为万物之时 这个万事万物的开始啊 盛德广批啦 这个盛德广批世界 广批世界各国 亨者乃万物之长 生生不息啊 亨 就万物之长 就万物之长 生不息 这个都是 很自然的 利者乃万物之岁 润化昌理啊 就可以润化我们的阴影众生啊 天下的众生啊 真者乃为万物之成 他日夜相继啊 所以言亨利争为万物宇宙的时长 还有睡 还有成 好 再来 盖一切天地之包容 如日子月星辰轮轮呼吸 有如川流 像这个川流这样 涓涓的这个涓涓 涓涓不止啊 渊源流长 渊源流长 没有老 无老 无始 无终 无休 无息 完全 没有休息 如菩萨之愿行 慈悲洗舌 我们前人老 就是我们慈悲洗舌 我们前人老在世的时候 大家都有这样的这个训 无息 他无止 他完全没有休息 完全也没有停止 而且无尽的 他是无尽的 慈乃味不休息也 故而原真其信愿行正 慈悲不休息菩萨 真的是很伟大 真的是很伟大 所以这个认准经线的真理阳 这一篇就是本文 古道悠悠永不歇 圣神代代心传这 修士顶片立地内 既往开来学 对对 成心智金已绝一条金线紧追随 不记恶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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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 貴千秋 創聖夜 登日修辦之行列 發揮真理之智慧 明修行之無為 知天覺之珍貴 遠近人才培 內外心團結 今辦上天之大事 沒有你我分別 敬神真人高峰亮節 敦修化世 德鎮齊揮 如行 宜販眉 四海人心揮 謝謝 謝謝陳講師 謝謝王講師 謝謝 好 那我們再下一頁 就來解釋 我們鮮火跟我們慈悲 就給我們信聞 古道悠悠永不解 聖賢代代心傳皆 這個是我們鮮功火老師 這是一個訊文 天命的傳承 每一個人都有責任 這個聖聖代代心傳 心傳什麼 就是要傳天命的傳承 每一個人有責任 子子孫孫 連連代代 都要讓他繼續的傳下去 不能夠中斷 這個是很重要 因為沒有這個天命 第一個天必亂 第二個地必亂 第三點 人必亂 各位前嫌 我們有感受到今年年初這個疫情 真的 有沒有這樣的景象 天必亂 地必亂 我們人必亂 人心都亂了 所以唯有這個天命廣大的流行 正確的流行 才會讓大家都平安 全部的人才都能夠沾到他的光輝 像霍雪 昨天就跟我們樓上的鄰居 在我們這個中庭散步 因為他 是我們只有鄰居的關係 他也沒有求到 他就跟霍雪說 我們這一次的疫情 就是聽說我們台灣 為什麼這一次疫情都能夠控制住 而且讓大家平安 然後只有一個 等於說我們還沒有 可以講說疫情控制的是非常的好 也是滿平安的 那原因就是因為 他跟我講說 聽說我們台灣很多修行人 很多人都吃災 所以每到有什麼災難的時候 像這個疫情 你看我們台灣這邊就控制住了 像美國 歐洲 中國 都死了那麼多人 全世界差不多死了40萬人 那我們台灣 我們是個位數 還有有些風災 水災 尤其台風 一到要到台灣 很自然就會自動轉彎 這也很奇怪 所以他們他是沒有求到 沒有開關 但是跟霍雪講 因為我們樓上樓下而已 他說他也知道霍雪是素食 他也知道我們是都在到場當志工 他也知道說我們台灣人 就是太多人在修行 也太多人都吃災 所以我們都沒有去跟眾生結緣 所以你看 疫情也這樣輕輕的 然後風災也是減少了 說真的 這個是有差的 整個磁場是算滿好 所以讓大家都平安 全部的人都能夠沾到他的光輝 這個也是事實 你看 他沒有在到場 他沒有感受到了 所以再來 這個天命不只有天上傳 不只人間傳 而且是一體流行的 不只一個人來承擔 還要千千萬萬的人都要一起來承擔 所以各位前嫌 我們現在在線上 我們總共有幾位上線 我們應該一二十位有吧 各位前嫌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 不是一個人承擔而已 我們千千萬人的人都要一起來承擔 所以我們都要感謝天人使得 不是說這個使命就是誰的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使命 只是要如何來領導 如何讓他更加圓滿的這個問題而已 好 我們再看下一面 修士頂天立地內 既往開來學 如何頂天立地 既往開來學呢 好 這邊就先有跟你們詞 人與天地並稱三才 天地人 所以也叫做三才 天不遠 地不宜 只有為人能夠代天先化 這個就是我們的責任 各位前嫌 天不遠 地不宜 就只有靠我們來代天先化 弘法立生 如道之中指手術 我們要講明五輪八德 你看我們八德談八德 哇 忠信孝帝 禮義廉詞 我們八德 真的是 其實你看我們當的這八德 八德談 慘花五教聖人的傲職 克尊 視為鋼廠的鼓禮 己利利人 己達達人 我們不只只有智慧 我們還要再結他 我們自己已經明禮了之後 我們就還要再去普渡眾生 讓每一個人都能夠超生了死 每一個人都能夠達本環園 反補規則 天安古佛 他有三個宏願喔 這三個宏願 第一個 一則 第一則 在先天 度化眾生 達本還原 第二則 在後天 我們要移風易俗 實現大同事件 這個第一則 其實就在跟我們講 我們要普渡眾生 這個三朝大普渡 我們在人間就要將眾生要度回到禮天去 要讓他們達本還原 找到本人的面目 反普歸真 哪裡來 就回到哪裡 這個是很重要的 渡人 這個是很重要 所以就是要靠我們人 天不遠 地不宜 就只有為奈我們人來代天宣化 再來看第三 第三則 就是既往開來 復興中國 復有道德的文化 這個是很重要 這是我們建紀人佛院 為什麼要建紀人佛院 不是人在建的各位前嫌 我們人是也渺小了 建紀人佛院這麼大的工程 這麼大的困難 這個是上天再見的 我們人也渺小 上天只不過是 要我們人來辦一些人事方面的一些文件而已 那其實這個是上天再見的啦 上天有用意 借給我們這個紀人佛院 我們就是要感謝天恩師的 我們只有感恩啦 我們只有戰戰兢兢的 誠惶誠恐啦 我們辜求不夠啦 誠惠恐不夠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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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惠恐會领在裡面吵 這個地方我們的責任 我們要既往開祠 要負福中有道德文化 然后实现世界大童 实现弥勒家园 这个是最重要 就是有寄人佛愿 上天给我们的责任 我们大家都要把它承担起来 我们再看下一面 横城的心智 今已决 我这个横心 这个诚意心的心的志向 今天已经决定了 一条金线锦随根 大家看 这个是我们岳菩萨跟我们慈悲的信仰 他说这个金线 金线这个词 他是无影无踪的 无影无踪 本来上天垂吊有缘而降 非以决心相悟 不得其真 决就是决物 决物的心 相悟 那非以道德相成 不得其命 这个呢 如果不是以道德相成 你就没有办法 不得其命 就是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天命 就不得其命 再来 所以金线在 道离心就金线断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就是什么叫金线在跟金线断 你的道 我们本身 我们已经离道了 这个心我已经离道了 那这个金线自然就没有了 尤其像典团师啊 他们真的是战战兢兢啊 你看有典团师怎么办都办不起来 这个 然后呢 就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 很自然金线就断掉了 那如果是呢 他有以道德来相成 来相成 他都一直都对这个道长 道工无师啊 在弘华立生啊 这个金线是在的啊 好 再来看 释迦牟尼佛跟我们慈悲说 一条金线一贯道统 东方西方 总共有64代啦 日夜并 日夜并光照大地啊 如今由你们老前人承接代理共伴 连释迦牟尼佛都来指示来慈悲哦 今天呢 是由你们老前人来承接啊 代理这个共伴 大家认清楚啊 我请问我们大家都要认清楚哦 这个道统是代代程序的哦 人人都要承上起下 尊师众道 这个是很重要哦 饮水思远 欢步往得此良缘 人都要连释迦牟尼佛都来跟我们慈悲指示了哦 好 再来我们再看底下 不惧困恶横主为 不忘天恩施得水 好 这是我们志工老师来跟我们慈悲哦 来跟我们慈悲说 哦这个我们这句啊 哦是 是仙火在跟我们慈悲什么 他说呢 要如何避免别人一句话靠倒你 哦 各位前选 很多人都是怎样 看人在修道啊 哦 看人在修道啦 所以这个是因为一句话 我们就从此就断了我们修道的这个缘 真的是很可惜 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我们在跟道清之间 我们讲话各方面都要真的要有所修饰 有一句话 有一句话叫修道要向执心 执心及道场 但是我们在办事的时候要转弯 要是弯曲的 要弯曲啊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这要圆满 这要圆满 这像或许也是都很直的啦 有时候不经一句话 都会都会做错事 这样也很不好 所以自己本身就是要先 或许自己本身要先做起啦 我们除了信心坚定以外呢 我们一定要陪陪内心神 一定要陪这个内德 这个内武德 这是很重要的 要做到如如不动 什么叫如如不动 就是我们GPS要定位 要定位 我们不要太冲动 我们不要太冲动 能够如如不动啦 这个是公伏啦 这是自救的公伏啦 所以我们自己 你看再怎么样 还是自己要自救 对不对 所以我们时时后学都会 自己贬励自己 后学身上 我的心上一定 第一个 有放了一把指 这一把指要做什么 量自己 每天 有没有做错事啊 有没有说错话啊 有没有呢 不尽心的地方啊 然后呢 或许又把它装上一台啊 发电机 当自己 自己的心 没有到位的时候 我这个发电机啊 有谁来跟后学发动 一定是自己嘛 自己来发动嘛 所以这台发电机啊 时时都是装在后学的 这个心头 心里头 我们修到不是三天五天呢 也不是三连五连呢 而是一辈子的事呢 所以我们不要让人一句话拷倒 尤其如果像有这样的情况的 我们啊 大家就要互相 再去拜访 再成全回来 所以我们学到的第一个要件就是 我们要诚心 我们要敬意 用真诚的心 而且非常沉静 沉静的这个意念 再来什么诚心 诚心就是断意 生信啊 我们要断掉一些的怀疑啊 我们要有信 信什么 信道真 理真 天命真啊 那敬意呢 就是我们要懂理 所以道者理也啊 理者也是理也 只有礼貌的理啊 好 所以年轻人的志气啊 要浩大 要坚固 顺境 顺境中能能用 坚忍 所以有时候我们啊 在修我们就是这个六度波罗蜜 这个忍入 忍入的功夫啊 还有刚刚有 有讲到这个如如不动 其实如如不动就是讲禅定嘛 所以我们不会这个物欲所诱惑 在逆境中能够用 利忍 只要我们时常啊 修道会碰到很多的逆境 其实很多逆境之后 我们也许是看人修道 也许是可能在考验我们 所以我们要立忍 就不要为这个胡法贫困 不要被这个胡法奢法豪华 或者是很贫穷 贫困来被牵引了 不要被这个胡法跟贫困 而被他牵引了 我们要时时刻刻处于平静 平静你要怎么平静 你一定要心 你一定要怎样 要GPS定位啊 你的心要平静下来啊 你才有办法定位好啊 要处于这个温良公减让 这是内伍德 然后外伍德 就是公宽信敏惠 我们得理责体啊 事事就能够顺利啊 为圣道逢世界 为千秋创圣业 所以这个我们技工老师啊 我们技工华老师 跟我们慈悲说 三界十方的诸佛菩萨跟众生 都在为此一次的迷乐应运之普度 因缘而庆幸 你看所有三界十方的诸佛菩萨跟众生 都在为这一次的这个迷乐应运 迷乐祖师长天盘 聚功佛佛月菩萨长道盘 要普渡三朝 这个普渡的因缘而庆幸 尽其以悲怨全力的为三朝收缘工作而努力 其实各位前选 其实这个我们就是要做这件事啊 你看多么的神圣啊 而主导这一项大因缘的 又在人间完成了 你看这项大事因缘 要在这个人间完成哦 徒儿啊 我们老师跟我们说 你们这一群白羊修士啊 应该要善恶此佳期啊 不期不求真誠实修啦 方人护天人的处化 所以他说我们白羊修士就是我们啦 老师就跟我们说 我们觉得白羊修士啊 我们要好好好好的善恶 好好的把握这个佳期啦 虽然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嘛 刚好我们你看我们转世为人 然后又在人间要完成这个 这一次的迷得应运的普渡因缘 哦这个是真的一件 真的了不起的一个任务啊 再来地府幽冥界中啊 在第五的一些幽冥界的里面 一样有办事人员哦 还有一样有讲师哦 一样也有讲员哦 讲员他要护持天道应运的这个姻缘啊 讲员就是带天先化啊 而且要协助地藏古佛 照顾那一些等候超把 和出谱的幽魂兄弟姐妹们 哦很多人哦在人世间没有碰到好的因缘 没有碰到贵人所以他没有求到 他到了第五之后呢 他呢就是等待他的孩子 他的他的孩子啊 他的亲戚啊能够插把 要插把没那么容易啊插把是有条件的啦 功德位是人间的多少倍啊 还有呢要度多少人啊 还有出谱的幽冥兄弟姐妹们 他们那时候就没碰到这个因缘啊 没碰到银宝师啊 所以上天对他们也是时常嘉许 上天跟他们鼓励啊 时常跟他们奖励啊 因为身在地狱啊 身之地狱之苦啊 在地狱里面啊 在受苦 所以对天恩施德的感怀啦 比你们更真诚啦 因为他们体会到啊那个苦啊 最少他们没有人世间的四非心啊 这个就是跟我们提醒 我们在人间就是四四非非那么多啊 人世的问题什么的啦 其实都是浪费时间 所以托儿啊 我们老师跟他们说啊 你们应该如何尽心尽力去羞耻 免得为师与你们的师母啊 来挂心啊 所以老师就跟我们慈悲啊 要跟我们劝啊 好 再来 登入修办之行列 发挥真理之智慧 这我是老师跟我们讲 跟我们慈悲的训哦 火再燃 像瓦斯啊 在烧啊 水就会滚 要如何让水 让这个水不会滚呢 就是要把这个火关掉 因肉要平静 心这个火呢 关掉自然就平静 这个心头啊 所以有句话是说 为什么脾气越改会越多呢 怎么改改不完呢 其实它的源头就是 如果我们不要喝脾气 是不是就不用改脾气 所以这里就讲 自然水就不会滚 你没有这个火 你没这个火 那自然这个水就不会滚嘛 那我们要如何把这个心火 把它关起来呢 所以有时要带住 别人的力量 有时要靠自己 借别人的力量 别人讲道理 来消除你这个心火 自己的力量 就是自己 自己想办法 要如何关掉自己的心火 我们发脾气的时候 各位前选 你怎么自己消你的心火 你怎么消你的心火 怎么消 别人来帮我们消 还是要自己消 别人帮我们消 我们自己不消的话 实在是也没办法啦 所以 时时 再怎么样 还是我们要回光返照 所以 如果能够天天扣头 那是最好 扣头就扣掉自己的一切的 扣头就扣心头 扣掉一些脾气毛病 扣头真的非常好 或许今天 也就在佛院 隔壁就是佛堂 稍微休息 我就去扣个一千 这样一天下来 也是好几千 就是这个很自然的 扣头是让我们的心 变了 所以收到的好处很多 对国家也好 对社会也好 所以修到对整个世界都好 不管是亲戚啊 朋友啊 老师 还有你的父母啊 全部 大家通通好 因为你修得好 自然就会帮助别人 别人会感受到 体会到 跟你来修到 这个是很重要 就是说我们人家 人家说真的 就是看到你的好 才跟你一起来修到 我们这样一个千 一个百个千千个万个来 大家都能够修到 这世界就能够太平了 所以各位前选 你看我们的责任 收大不大 其实这是要平常心啊 说很大也是很大 但是在我们身边 我们就可以做到的 所以我们时时啊 时时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啊 要装一台发电机啊 时时要启动自己啊 所以我们要一个再去 一个千一个 百个千千千个万个通通来 所以以前啊 那先后就跟我们 我们寄人活愿啊 在十五年前就跟我们慈悲说 以后既然活愿是万人啊 那时候候选也是很华语 那十十年前 我们那时候上百人就算很多 上百人是要好几个公共和护堂 全部聚在一起啊 才有百人啊 那你想想哦 万个我想说 哎呀听听听听那 万个哪有那么容易啊 万个 但是现在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呢 我们这样一次哦 既然活愿一次上课哦 一次上课一天啊 同时上课可以容纳三千人啊 三千人在教室里面上课呢 那可能也可以 可能为三千四千五千六千七千八千 的人就在在外面啊 在山上这一块既然活愿的土地上哦 有可能啊 万个都来了哦 所以这既然活愿以后啊 说真的 我们每从每 我们每一个人肉食 每一个人从自己哦 这个哦 内伍的自己先修起哦 一定以后一定是哦 我们的责任就是万个 这个是很自然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修得好的话 很自然人家看到我们哦 修到很快乐哦 修到都是很低声下去的 你看人家心会不会动 绝对会动啦 一定会跟着我们走啊 我们大家要有信心 要有信心 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 将自己的内伍的跟外伍的修得好 这个世界就能够太平了 所以是看了我们每一位 好 明修行之无为 我们修行哦 要有无为之心呢 我们都知道天节的尊贵啊 人节哪有天贼贵啊 这个是非常重要 我们明礼之后我们都知道 最少我们每个礼拜来 来做个志工也很好啊 对不对 来这个这个我们纪念会员这边哦 真的磁场 是很好的哦 今天或许就跟张讲师讲 张凯兴张讲师讲 或许看到他 我知道他上班了 说你这儿婆婆大大来哦 来这儿大好啊 他说有我已经都准备来了 所以哦 各位前选真的 大家 觉得家庭这里可以啊 没有家雷的话 时时回到寄人来 我们都有 都有房间可以睡 都有房间 每一个人都 这个是大家的 只要你到寄人 你要在这边住个一碗 两碗 三碗 四碗 五碗 我们通通有房间可以睡 这都是我们大家的啊 都是我们大家的 欢迎大家都回来 那这年老师有跟我们慈悲说哦 我们修道人要规规矩矩 要真真诚诚的 就是要假大实地啦 我们修要修真的啦 而且修一个真诚的心啦 纵然你是扫厕所 打毛巾的小货学 我们谁不会扫厕所 天天也在扫厕所 打毛巾谁不会 每一个人也会啊 我们都是扫厕所 打毛巾的小货学 他日也能够成就天觉 各位浅显 这么简单的事 为什么我们不要来做 我们要来做啦 你看 光打毛巾 扫厕所 一样可以成就天觉 这我们老师在跟我们鼓励 如果只图表现 执走功德 而太过自以为是的 太自以为的这个君子 这个就是说 我们不要执走 我们是很无伪的 我们不要去想说 我打一次 打个毛巾 有多少功德 哎呀那很痛苦 我们不要去执走这个功德啦 你就是一直去 去做就好了 就一直去做就好了 就行了 好 再来缺少那一份宽厚人数 我们只有缺少那一份 这个宽就是很凶宽 就是心量广大 而且很厚 很厚道 而且很仁慈 而且恕 恕就是宽恕的意思 就宽恕 圆容慈柔的心来接引众生 这是很重要 这个是很重要哦 你看我们如果像我们的道征 八德道征来值班 真的 人家来就泡茶 像我们皇兄 皇阿燕皇讲师 在那边 说真的 我们都觉得喝得很惭愧 我们想要泡茶给他喝 好像也没有什么机会啊 他都一直这样子 很严容 很耻柔 像我们大哥一样 这样的来接引众生啊 所以我们像法会的时候 或许就跟我们皇讲师说 我看了这个法会 你这个承权主大哥还是不能够不管啦 你看他一皱纹的时候 我们这个法会现在报名也是办了不少了 你看他就这样坐着 就这样解问问 很自然啦 你看我们开了十几次的法会哦 都是我们皇讲师 皱振 你看我们那时候几乎班班都是破百啊 他本来今年想要让位 想再这个新的上来 我看是不行的 我说皇讲师你还是不能放啦 虽然栽培新的上来啦 但是我看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们这班法会可能会很难看啦 所以还是要亲自坐着 他只要听到说 这个人可以成全来开法会 他那个笔跟那个报名单就拿着啦 大公无私 不论你我他就这样子成全 我听说好像应该报了 请教那个皇讲师报名报几位了 皇讲师 开法会的 黄讲师在线上吗 黄讲师 喂 喂转换了很慢耶 不好意思 黄讲师 没问题 到几位了 我会 现在目前回报 一百零一 哇塞 听到快打包一下 赶快赶快回应一下 大家在加油 那我们谈主班啊 十二号开谈主班啊 我看哦 我们这次看来啊 也是有可能破百耶 这次也是很自然的啊 我现在101大楼 101已经破百了 那我们总是有给大家心理准备啊 打个七折 打个七折 七折 七折我们也有七十耶 那我们的时间还有 还有两三个礼拜 一定破百啦 所以光皇讲师一点 大家努力 谢谢 谢谢 我们这次有开两班 一般是国语班 一般是台语班啊 所以说真的 有事建公义啊 无事就建公乱啊 这个法会哪有那么容易啊 这个是惊天动地的 天人合一耶 这个是法会是天人合一啊 所以大家哦 这两天无论怎样 你有带人没有带人都没关系 你就是来扶持 不然我们就来打毛巾 我们来洗碗好不好 对不对 我们来洗碗筷啦 我们来打扫都嘛好 所以刚刚呢 先我就跟你们十倍啊 你来扫个厕所来挡个毛巾 有一天你也能够成就天绝 各位前嫌 不要说哎呀 我又没有带着你要去做什么 你也一定要来扶持 欢迎 来扶持你就一个 什么都不用带 带你那一颗博爱的心来就好了 那我们也不要去执走说 我来做我的功德就有 就有多少 不用那么辛苦啦 我们只要 这个是寸功不昧的 上天都帮我们祭 都帮我们祭好好的啦 所以鼓励大家来啊 甚至晚上在那边住个一晚 也很不错耶 这么大的别墅啊 把它当成我们自己的别墅啊 晚上就在那边住 在那边住个一晚 我们大概可以住个 可以住一百位啊 没有问题啊 都有套房啊 一百位啊 住个一晚 来这里 好像是当仙啊 当一天 两天的这个快乐仙也是很不错啦 再来 我们呢 不能够和天心相弃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跟天心相弃的话 成就是有限的啦 所以我们一定要大公无私 天人合一啊 跟上天才 每一个人带着这个天心来啊 才有办法跟上天 这个契合啊 这个成就是 如果没办法相弃的话 相弃合 是成就是有限的啦 而且仪式的程度 并不能够保证 生生世世的不退转哦 这个这里 我们老师也跟我们讲清楚哦 可见修道人士 多么需要培养 自尊 自尊 还有自尊 就这个存还有成 我们存心很单纯 很纯洁 很纯洁 那很诚意 诚意诚心 要真 一定要真啦 而且又能够认老认怨的 有什么不能做的 我觉得什么都可以做 扫厕所啦 擦地板啦 偷地啦 擦刀某某 谁不会 每一个人都会啊 这是很自然的 更重要的是 永远要善待那一些 未度未物的众生啦 这个地方就讲到善待 就是要好好成全那一些 还没有求到的 而且还没有开悟的云云众生啦 在那里哦 说真的 我们也不用急 就给他招呼啊 来这里啊 泡茶啦 聊天啦 看书也好啦 甚至我们早上一早去那边爬山 我们那条路登山客很多耶 而且每一个人有认识没认识一定早安 一定早安 或许从我们火焰这样走出去啊 只要有碰到有认识没认识 大家很自然就早安早安早安 那种整条路的那个磁场啊 就从既然这样哦 那这个87项往山里面走 哇那磁场都非常好的 都非常好的 然后我们在这个87项里面哦 竟然是北有洞天了 真的北有洞天了 一进来 哇里面怎么一堂这么大的大楼啊 大家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啊 哦这个走过啊 就很好奇啊 那再来我们里面有一个磁堂 你知道那个磁堂哦 早上一早差不多五点多 已经开始有人在那边钓鱼 而且哦 那个那个磁堂上面有莲花 那莲花也是有新人去去去去种的啦 那莲花开得很漂亮 那是白莲花 哦 那莲花就出出出出污女而不染啊 走青脸而不腰 哦那莲花也很美 那都五点多就有人在那边钓鱼哦 那莲花就下去哦 跟就看他们啦 看他们那个在钓鱼是用什么饲料 他们说跟莲花讲说 是艺人 艺人 鱼喜欢那个艺人的那个香味啊 卖片啊 卖片啊 那莲花就想说 莲花就问他 哎 啊你们钓到鱼的话呢 那你们鱼怎么没有看到你们有那个桶子什么的啊 他说没有啦 我们这个是猝鼻而已啦 我们钓鱼钓到就一样再把它换回去啦 我说那你们不是白钓的吗 他说我们纯粹是兴趣 那或许就那边坐你啦 哦 其实他们就在修禅定 真的他们就在修 他也专注就看着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钓鱼的那个赶 赶最前端的那个线 然后他把那麦片丢下去 或许就谁看 我那个鱼就开始来了 鱼群就一群一群的 他什么时候钓到的话 都再把它放上 那他完全完全是消遣 那平常我们就是要去跟他们啊 跟他们聊聊天啊 就是慢慢有一天 你一样可以度到他 这个就是 永远我们要善待那些还没有度的 还没有开悟 还没有开智慧的云云众生啊 所以这个 这是蛮重要的 很重要 来 再来 远近人才培 内外心团结 这个远近啦 这个就是要栽培人才 所以我们不休息 菩萨就跟他们慈悲 三界一言化 这个是在我们前领导在世的时候 就规划好了 整体领导 整体 集体领导 整体带动 他就三界一言化 三界就是社会界 学界 还有青少年界 好 这地方讲到社会界 应当啊 我们都是社会界的 都要辅助学界 我们要心情的去成全 而且慈悲的去感化这些学子 他们这个学界就是 都是学校在校生 真诚提心 视为如己出 就当成自己人了 好 学界 学界就在学校的在校生 当要敬重社会界 要我们这个呢 要敬老尊贤 千功生 以这个以身作者 来世道 千功生世道 饮水师缘 上下天桥达 所以这个学界好像就一个转运战 从这个学校里面 可能毕业以后 也许有一天 因为学界 我们道长有规定 如果学界满了60岁 就都要全部要归到社会界的 都有一个年龄的限制 所以做一个学界这边 有一个上下的天桥来达 再来看青少年界 青少年界我们要尊重两界 青少年界要尊重学界跟社会界两界 洗礼学艺 我们学习火锅礼节 然后还要学这个中意的精神 道学稳扎根 在这个道学 在从小就要把他扎根了 立志得平 法贤担大任 有一天 我们青少年是要来担大任的 要传承的 三界要以和谐 这很重点 和谐而且要和平 而且要合作 而且要核心 和谐和平合作 要核心 要分工进钱 然后要人才教育 这要培育 我们都有规划 有这个教育 人才别姓都有 阶段性的辅助 基层培训 以各界的运作中 整体性的互动 资源各区 我们要 这个各界运作当中 整体性的要互助 要资源各区 你看我们五年进修班 你要请哪一区的来 来跟我们上课都可以 这个人才都是要共用 于大物开创中 合理性的因缘 因实 自已 这样如此 才是三界的真正意义 就像手脚一样 将其人才成就 于三界之中 所以人才都共用 其实我们修到中 其实有时候 有的道亲讲师 都会把我们的道亲 当成是他的财产 这很不好 付出了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这很可惜 到最后 好像就把它当成财产 这个是错误的观念 所以前任老都跟我们指示 很清楚 这个人才 将其人才成就于三界之中 三界就是社会界 学界 青少年界 这是人才 是上天的人才 是要共用的 所以不要误解 很多人都会误解这一点 这很不好 所以今天办上天的事 没有你我的分别 没有你我之分 其实就是没有分的 那为什么有分什么德 什么德 大家一定会也纳闷 为什么 我是八德 我是义德 我是像德 我是什么德 其实那是为了人间的管理 但上天的事 哪有什么分 没有你我的分别 这样分也辛苦 所以老师跟你们慈悲 就是说 无师 要修到半道中 我们要无师 没有自己 要大功无师 如果有了自己 就有了对待 这很辛苦 就有了计较 我开始有计较 是你的 这是我的 有了对待 有了计较 就会伤了何气 这个是很重要 真的 真的我们要改进 伤了何气 那你怎么走下去 这样子 心里上不舒服 不舒服 不 这个 就是有了对 有计较 这是你的 这是你的祸鞋 我的祸鞋 这是我的坛 这是你的坛 彼此不相往来 实在是 那实在太笨太傻了 我们人间 这个时间有限 这比较短 这个 起来有够疼 所以到最后会怎么样 你就会被淘汰 那谁不让你淘汰 自己淘汰自己 不是上天淘汰你 修到这条路 只有你可以淘汰你自己 别人淘汰不了你自己 所以要实时 怀着一颗无师的心 这个是很重要 这个 这个不是谁要淘汰你 是自己淘汰自己 自己跟自己过一不去 今天我很不高兴 我下次我不来了 那这样是不是就自己淘汰自己的 上天怎么会淘汰你 修到这条路 只有自己淘汰自己而已 别人不会淘汰 别人淘汰不了你 如果我们自己有心要修办 谁要来淘汰 说真的怎么考验 说真的 他一样是过关 所以我们要怀着一颗无师的心 要无师无我 需要照顾我们就要照顾 再来没有提到 敬贤尊人 要尊敬 潜贤尊人 高风亮解 这边我们不喜欢洗菩萨跟我们慈悲 标准修道者 标准修道的人 应该要有真智慧 所以我们求到就开光开智慧 这样的大气 这大气的这种心量 敦其高品 行止要温良 重其正礼 行举要有方 这也是跟我们内修方面 我们这个是要有佛归礼节的约束 是来约束我们自己 自己约束自己 而不是约束别人 再来 智其真道 行和日常 我们自己活归礼节 自己修得好 我们的智其真道 我们的志向 我们都是在修 是我们的志向 立志向 是立什么志向 就是来行真道 然后行和日常 这个真道就是在日常 道就在日常 就在我们自身 身外无道 立志从得 行身博广 这个行的功夫 你要身 而且要广 要博 博爱 然后要广纳 天下为力 就是天下力 源之以道 所以我们就是天下力 源之以道 就是这个是很重要 因为有降节 降滥 有恶人 有善人 这个善 这个能够得到 你能够碰到贵人 天下力 愿之以道 这个道节 并降的 安其身 立其命 正其心 所以这个我们的身 还有我们的命 还有我们的 要正其心 成其意 还要齐齐家 祭齐事 这个修身 齐家 然后能够平天下 所以我们在逆世的河流中 就是逆世的河流中 愿做众生的导航 虽然是很困难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发愿 当众生的导航 引导 这个行 导航 引导者 众生的引导者 在黑暗的角落里 在这个黑暗的角落里 化作众生的烛光 这个是蛮重要的 这个真的是 很了不起的 当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修养 当不断地奉献自己的力量 方能成就 可大可久 辉煌的道道场 我说我们前人老他很厉害 前人老他是 你看我们渡人就很困难了 但是我们前人老都是 他是开创道场 我们本来台北道场 我们可以讲说 国内有七大道场 国外有七大道场 但是我们前人老开道场 现在七道场 要加了两个道场 一个是桃园道场 一个是台中的中心道场 所以我们现在国内有九大道场 国外有七大道场 你看我们前人老的愿力有多大 他是开道场 敦俗化是得正其非 我们老师跟我们慈悲说 维师希望土耳 就跟我们说 我们这些土耳 我们要明白道理 要能够修到半道 跟着浅显的脚步 好好的走这一条路 维师 就老师他也希望 以后站在台上 讲这些道理的是 他的土耳 是他的土耳 讲给另外一批土耳们听 所以各位前贤 在我们在线上的各位前贤 我们就是其中一个 其中的一个 维师更希望 我们老师更希望 以后你们能够成为圣贤先后 你看我们老师有多慈悲 能够讲很多的道理 给未来的众生听 这个是说真的 你看老师的这个伟业 所以由你们讲出来 做出来的 这个好道理 这样可以起信 可以度 可以度更多更多的众生 先后讲出来的道理 是先后说的 但是先后做出来的事 是先后做的 你们会认为他是先后 当然做出来是真的最好的 做出来的当然是道理 但是如果人讲出来的 做出来的是何道理的 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你们的感受就更深了 因为会觉得 人也能够做出这么好的道理 人也能够讲出这么好的话语 所以我也是希望 徒我们度人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度人的时候 你需不需要跟他们讲道义 为什么要求当 求当 求当的好处是什么 那开法会 开法会 法会在讲什么题目 法会的内容是什么 这些都是要靠我们来做 好 再来 乳行一泛煤 四海人心归 为什么摆养儒家应孕呢 所以在1988年1月份 巴黎一本科学的杂志 在欧洲 就是在法国巴黎 勘载了75位 勘载了75位 诺贝尔得奖人的聚会 这个是占得奖人三分之二 共同发表一则发人 三师的一个信息 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 生存下去 就是现在 必须要回收到 2500年前 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所以我们现在 儒家应孕 现在我们大了 我们纪念佛院 有那个精训班 精训班都是讲这个 儒家的那个 轮语精训 一个月有两次的上课 这个我们可以来参与 所以科学文明带来人类生活的便利 但也让人类的钢厂伦理 遭到破坏 产生更多的纷争 所以儒家是入室的修行的法门 只有找回固有的钢厂伦理 人类间跟万物间才能够和平共处 像伦理里面所说的 一日克己赴礼 天下归人 其实这个在讲 我们每一个你要克己赴礼 这样 最重要是改变自己感动他人 这是很重要的 好 再来 如果能够这样的话 就是大同世界的来临 再来就结语 所以我们不休息菩萨 回归本会之后 他是领着我们老母的天命 在礼天继续领导 花衣从得 领导着我们 有着不休息菩萨 虽然我们不休息菩萨 我们能称他为勇的斗手 用证件的领 所以他是用政治跟证件来带我们 苦活婆心的教 启发每一个从得人 用正心正念 紧跟着不休息 脚步 紧追天命 报天恩跟施德 这样慧命永流传 从得后百淡心传 所以你看 我们不休息菩萨 你看我们不休息菩萨 归空之后 大物更红展 大家都会觉得说 这个很奇怪 应该前面哪个代可能大物 大物可能被衰退 结果 回归本位之后 我们继续领导着我们 所以大物更红展 世界各国都红展 这个以上是后学跟大家分享 如果有说不圆满的地方 那请各位前嫌各位讲师 再指导再补证 谢谢大家 谢谢王讲师 谢谢王讲师 这么尖细的 深入浅识的 来解释 不休息菩萨的这个精神 我们对不休息菩萨 经过王讲师的 这种解释之后 我们更对他更了解 那我们就学习不休息菩萨 这种精神 一天当成三天用 其实我们做不到 我们要有学习的 朝这个方向去做 去学习 王讲师有谈到 真人跟假人 真人是永不坏的 假人有一天是会坏的 所以我们到场常讲 谈到一句话 要借假修真 来成就我们天上的果位 所以我们很庆幸能够在这场白养修士 赶得上这场 我们能够好好的在这道场 来学修讲办 在我们不休息菩萨的领导之下 我们是很庆幸的 尤其在彭老典原师 还有王讲师 还有房讲师 各位全选